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是目前这台车的一个行情 在价格最高的时候 落地一台G63大概需要接近400个W 少的话也要378 那么现在这个大哥我跟他交流了一下 他落地包牌价是多少 290万 虽然是平行进口 但是能够不到300万的价格 现在能够买到这样一台G63 你说不香吗 当然了 这台车该说的部分 我们也跟大家介绍的差不多了 还是细看一下内部的一些精损 坐进这台G63的内饰 我觉得跟普通版本也没有太大的差别 主要是在用料上 它用上了更多的碳纤维的试板 比如说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 还有门板上都有 一方面是轻量化 另外一方面主要是体现它性能的部分 我比较喜欢它这个方向盘了 它是Ocantara加碳纤维的一个材质的拼接组合 而且中间的金属质感是非常强的 AMG的烙印也是在这里时刻提醒你 这是一台搭载了V8发动机的一个猛兽 另外就是顶棚 它也是用上了Ocantara的一个覆盖件 所以说这台车已经逐渐的从以往的 粗犷 旷野的这种感觉变得更精致 更豪华 更有档次感 当然了 这台车整体的一个坐姿 无论是前排还是后排 我觉得都是往舒适性靠了 特别是后排的一个座椅的角度 对于这样方盒子造型的硬派车型来说 不会特别的直 坐上来会更舒服一些 当然了 每个人拍大截都会少不了那几件套 接下来给大家安排 那么这台车的动力部分 大家已经非常熟悉了 4.06V8的发动机 最大马力585匹 峰值扭矩达到了850牛米 我这两天在开这台车的一个过程当中 感觉到它的一个加速感 可以跟现在很多新能源的车型 纯电车型 直接比较能够激起你的肾上限速 其实关于这台车 也没有太多要跟大家分享的部分 我觉得每一位买G6-3的朋友 都是想追求那份个性独特 包括它的原厂色 白色 黑色 灰色 还有红色 都是很好看的颜色 那这个颜色 我觉得一定会成为今年 最流行的 在大气上的一个配色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的一个车辆的讲解了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